在二战时期,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德国和美国为首 德国作为老牌的工业强国在二战的时候 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装甲军团一度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而美国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也展现了美国军事装备的强大之处 而在二战中,美国研发的P-47战斗机总共生产了一万多架 在美军战机产量中位居第一 那么这款战机到底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吧 这款战斗机最令人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发动机了 采用了当时最新型的气冷式活塞发动机 而且是新型活塞 总共18个气缸,在当时非常罕见 顺时应急马力可以达到2300匹 同时相对比起当时的发动机还拥有更高的压缩比 在爬升性和高空机动性上有很大的提高 而且由于其比较壮的外形设计 也让P-47的防护能力更加的优秀 不仅能够保持极快的速度 在发动机和外形的基础上 P-47也可以采用更加多样的战术来进行作战 所以综合考虑到P-47的优势 尤其是出色的发动机后 美军大规模的量产这款战斗机 在太平洋战场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突出作用 而曾经有这样一件趣事 美国飞行员驾驶的P-47 在飞行中18个气缸爆了9个 但飞行员依然驾驶P-47平安降落 可见这款发动机是多么的强劲